車禍前自撞護欄 左前車頭幾乎全毀 駕駛拍下車損照片 送一貨一度昏迷 醒來後愛車卻成了這幅模樣 脫掉的時候因為沒有輪子 所以可能會 袋子會在葉子板上面拉倒 那我說OK啊 那OK啊 可是後來呢是 沒有受傷的地方 全部都是熱痕 真的好生氣 誇張的是脫掉車業者的 處理態度 來脫掉的時候 有一直要叫我們簽一個 同意二次傷害書 我們沒有簽 一再的他就是挽延你 然後敷衍你 明明脫掉前只有撞擊處損毀 其他部分車身都完好無傷 沒想到脫掉之後傷可累累 事情就發生在去年底 新北市思源路上 奇怪的是車禍當時 護欄明顯突出 再加上雨天視線不加釀貨 事後卻悄悄變得滑順 讓車主質疑 當初根本設計不良 事後現場已經辦理求償會堪 但莫名多出的車損卻求助無門 實際求證業者 接稿前沒有回應 不過其他脫掉業者都表示 正常作業應該不會有如此損傷 我會先跟車主解釋一下 後續動作會有怎麼樣的傷害 那如果說車主沒辦法同意 那我們這邊也會取消作業 脫掉方法白白種 除了基本掛鉤也能使用掛繩 或者加上木板都可以避免損傷 只是會增加2000到5000元不等費用 類似案例當中 銀色轎車已經脫上脫掉車 但完好無缺 這回車主遇上馬虎形式的脫掉業者 氣憤提告 就是要為自己討回公道 記者阿公洋麥何惠蓉 新媒體報導